作为江城光明中西医院妇科唯一,不,唯二的妇科医生,段浪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十分不满。 明明自己拥有不俗的独家医学知识,有才华,却无法施展,然而,君子翻身十年,不,过一会儿,过一会儿就好了。 且看我们的大帅哥如何在医学江湖上独揽风骚吧。 欢迎收听,妇科专家。 切记点击订阅,并且点赞,打开小铃铛。 第258集 再说李娇娇,放下手里的电话,抿嘴而笑。 她就算没和段浪见面,也能想象出她现在的狼狈样子, 一定是卷卷的头发蓬松着,睡眼惺忪,一副狼狈不堪,半醉半醒的状态。 李娇娇暗自地叹了一声,昨晚呢,也许是他们这些人做得有点过了, 惯了她那么多的酒,看当时那个样子,好像就要往桌子底下溜了。 不过转而又想,大家不是都为段浪高兴吗? 尤其是李娇娇。 他们两个人的渊源可不是一般的深, 从救助站到现在的妇科, 然后双双成为妇科的领导者。 这冥冥之中好像有某种缘分把两个人始终绑在一块。 现在这段浪终于开始出人头地了, 他心里实在是为他高兴。 就在这个时候,几声清脆的敲门声, 把李娇就从遐想中惊醒过来。 请进。 办公室的门口,一个穿着朴素的青年男子, 手间走进来。 看到屋里坐着的是一个女人时, 他有点意外。 这个,这个不是副主任的办公室吗? 哦,是啊,你有什么事? 李娇娇问。 哦,那段,段副主任不是在这儿上班吗? 这年轻的男人有些局促地问。 哼,你是来找段副主任的呀, 他今天请假了, 你有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和我说一下? 李娇娇热情地迎了过来, 青年男子一听, 立即朝向了自己的身后。 师父,师父, 你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呀。 哦,这么不巧吗? 随着一个沉稳的苍声, 那个先前在大厅里出现的, 颇有些先锋倒骨的老者走了进来。 老者走进来抬眼一看, 见一个女人站在这儿,急忙地合手。 这位小女士,段浪副主任去了哪里呀? 可以告知她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李娇娇看到这位老者发问,急忙笑着解释。 老先生,段副主任有点特殊情况, 到下午才能来上班,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我能不能转达? 如果要是让您等的话, 时间太长了点。 老者听了,沉吟了一下, 微笑道, 哦,那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下午再来, 不讨扰了。 好啊, 老先生,那您慢走。 老者点头转身, 这时候, 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凑到了老者的跟前。 师父, 咱们去哪儿啊? 这里, 咱们也不熟啊。 这老者没回答, 走了几步, 忽然转身地问李娇娇, 女士啊, 你们医院有个叫小无名的医生吗? 小无名? 李娇娇醋眉? 哦, 大名好像叫无名, 口天无, 金字明。 老者笑着补充道, 无名? 李娇娇睁大了眼呢。 你不会是说我们院长吧? 哦, 无名成了院长了? 这老者显然也有些意外, 随即他呵呵地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苍茫世间世, 转瞬间便是物是人非呀。 没想到当初只知道调皮捣蛋, 八方韬鸟的小无名, 现在也出息了。 这李娇娇听了这话, 知道这位一定和吴院长有什么渊源, 她急忙地说, 老人家, 你要是想见我们吴院长的话, 我可以带你过去。 哈哈哈哈, 不必麻烦你了, 你只要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们自己找过去便是啊。 这附属医院的院长吴明,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失散多年没有联系的大师兄, 莫如风, 在相隔了三十多年以后, 竟然突然出现在她的办公室了。 这让她一点准备都没有, 竟然呆呆地愣了半嗓, 才大叫了一声, 和她的大师兄, 紧紧地抱在了一块。 哈哈哈哈, 哎呀, 莫师兄啊, 真的是你吗? 我都不敢认你了, 你怎么到海州来了呀? 老者笑着和吴明紧紧地拥抱之后, 上下打量着她。 师弟啊, 要不是听别人讲你在这儿, 我也不敢和你相认哪。 你变了, 变了不少啊。 这师兄弟亲密相扶, 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四目相对, 就好似有千言万语, 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哎呀, 师兄啊, 咱们一别也有三十年了吧, 这些年躲到哪儿去了? 我们这么多师兄弟, 竟然没有人知道你的消息, 看如今你这个风采, 难道是隐居山林, 做了一个世外高人吗? 这老者一听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师弟啊, 我现在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但是世外高人, 可是不敢枉自尊称啊, 为兄只不过就是对医学有点痴迷, 这么多年来一直也没放下, 平生立志, 治病救人, 偶尔的为父亲的乡亲们去去申级, 已了残生罢了, 无名听了竖起了大拇指, 哎呀, 师兄还是从前那般的宅心仁厚, 一心为民啊, 老者摆手, 哪里呀, 哪里, 过奖了, 师弟啊, 我在十几年前, 曾经听到过你的消息, 听说你在这边的医院做医生, 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成了堂堂的医院支掌了, 真是令我这一届白衣汗颜哪, 无名急忙地辩驳, 哎, 当初如果师兄不是因为对现实不满顿走他乡, 你现在的位置要比我高得多, 我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而师兄你那是确实胸怀锦绣啊, 两人互相谦让着, 回忆着往事, 说了好一阵话, 无名这才试探着问道, 莫师兄啊, 你今天突然历临海州, 是专门地寻我的吗? 老者一听笑着摇头,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还真的不是啊, 我在那个偏僻的小乡村, 开了一个小诊所, 平时没事啊, 就和一干人闲话长短, 当然对医学界方面的事儿, 我是特别的上心的, 这前一阵, 我在听众人的交谈中, 我听闻了海州城里, 一个换作断浪的青年医师, 才艺非凡, 在于重患者治疗当中, 颇有些神鬼的手段, 维兄深感兴趣, 你知道, 我自年轻时就痴迷于此, 现在听说有一个义人, 那怎能不一探究竟, 来讨教一下呢? 什么? 义人? 断浪? 吴明听了很是奇怪啊, 接着就哈哈地笑起来, 哈哈哈哈, 我说师兄啊, 你是不是看着各大媒体上的报道, 才这么说的?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医生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绝对称不上什么义人, 与你的能耐真是天差地壤之别啊, 你们哪太高看他了, 这老者听了一顿, 哦, 你很了解他, 嗨, 他是我手下的兵, 有几斤几两, 我还是有点数的, 外界的报道只是为了宣传, 夸大了事实真相, 他真的没那么神奇的, 听到这里, 老者似乎有些失望, 不过现在来都来了, 还是见一下比较好, 于是就笑道, 呵呵呵, 这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我远路来访, 还是要见见真人, 我才知道真假呀, 啊, 那好, 这个可以, 等会儿啊, 我陪你去见这个小青年医生, 莫如风笑着摆手, 就把刚才去妇科找段浪, 没找到的事, 和吴明说了一遍, 吴明一听笑道, 呵呵呵, 他这个时候不再正好啊, 我现在也正想和师兄, 好好地聊一聊, 等到了中午, 我请你去吃过了海州特色的美味之后, 再陪你去见你口中的这个艺人, 可好啊, 莫如风听了点头应称, 眼看着中午时分已过, 昏睡中的断浪终于从床上爬起来, 看看时间也不早了, 头发也顾不得梳理, 勉强洗了一把脸, 胡乱地塞了几口东西, 便摇着他那半旧的自行车, 来到了办公室, 刚到办公室, 李娇娇便走了进来, 诶, 终于还是来了, 我还想着再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呢, 要是不行就完整地歇上一天, 等彻底缓过来再来, 人家都说会休息才会工作嘛, 断浪本来就对李娇娇 对自己关怀备至很是感激的, 听他这么一说更加地感动了, 哎呀, 我说李美女啊, 我真的太谢谢你了, 真的不用了, 不用了, 说实话, 以前的时候, 我对你可是很有意见, 很有看法来着, 但是经过这许多事之后, 我才发现, 你李大美女, 简直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凡间天使啊你, 哎, 我现在怎么看怎么顺眼, 怎么看怎么喜欢, 你说这这咋是, 呸, 李娇娇一听顿时就有些脸色发红, 性断的, 我只不过看你是朋友的份上, 多照看你一二,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没有没有, 没有, 我说的那都是心底的大实话, 大实话呀, 李娇娇听了心情大好, 玩耳的一笑, 行了, 上班时间到了, 赶快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说着就转身飘然而去了, 刚走出办公室门一会儿, 他又折了回来, 哎, 对了, 今天上午有几个人过来找你, 一个是咱们科的王大夫, 另一位是一个气质不凡的老者, 好像从外地来的, 找到我的办公室去了, 断浪听了恩了一声, 并不在意, 自从自己声明远扬以后, 找他的人每天都会有, 无非就是要他亲自诊治病情呗,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行啊,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和王大夫沟通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事, 断浪说着开始整理桌上的东西, 副科的王大夫今天上午遇到了一对, 三十多岁的夫妇来问诊, 在问诊的过程中, 夫妻两个吵了起来, 两人一直在互相埋怨对方不中用, 都这个年龄了, 还一直没有要上孩子, 女方让男方查原因, 男方就埋怨女方有问题, 两个人从小吵变大吵, 吵得王大夫一直无法正常的工作, 忍无可忍的王大夫, 大喝着让他们夫妻两个出去吵, 吵完了再进来就医, 结果那女的不乐意了, 说自己都是挂了号花了钱的, 不给他们及时看病, 就是医师的不负责任, 王大夫憋住气, 就想要再次了解情况, 还是引来了夫妻二人的又一场争执, 看到夫妻二人纠缠不休, 这王医生的问诊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索性把手里的笔啪的一下, 摔在了桌上, 抱了双臂, 神色冷冷地看着这夫妻两个, 两个人吵了一阵, 才想起要听听医生说什么, 可是这时候王医生却是一言不发, 油渍地和他们僵持着, 女患者一看, 这明显是不待见他们呢, 便撇了嘴的, 还有, 你们妇科的医生, 看来脾气都不小啊, 怎么本事都大上天了吗, 我可是听说只有段浪医生, 是这里面最出类拔萃的, 你好像不是心端嘛, 气形还这么大, 脾气和本事不相称呢, 你, 你们太过分了, 这王医生气得怒吓了一声, 我过分, 我说的都是实话好不好啊, 我现在告诉你, 你要是不想为我们看病, 那就把段医生给我们找来, 王医生听了简直要被气死, 我, 我没这个义务好吗, 你们可以自己找去, 第二百六十集, 这赛华佗对着夫妻两个, 微微合手, 上下仔细地观察了两人的面色, 肢体细状, 而后一直对着夫人而来, 段浪在旁点头, 嗯, 看来是通过查看外观, 表象, 先把男人给排除了, 这有道道啊, 赛华佗来到女人的面前, 又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她的面色, 扫臂, 是一女人把胳膊露出来, 轻叹了三指, 放置到女人的关脉, 寸脉, 齿脉处, 办公室里一片的寂静, 段浪和吴明等人都屏住了呼吸, 眼睛直直地盯着赛华佗, 过了约一分钟, 赛华佗缓缓地收回了自己的手, 面带笑意, 这位女士, 你们夫妻之所以迟迟地不能有孕, 问题的症结全部在于你呀, 在我, 怎么可能, 我身体一直很健康的呀, 平时连感冒都几乎没有, 在你看来, 没有感冒, 身体就是健康的吗, 你搞错了,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女人精具地瞪大了眼睛, 她丈夫这时听了这位神仙医生的话, 知道自己没问题, 而是自己老婆的毛病, 顿时腰杆子就直了, 哎呦,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神医, 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 就是你身子有毛病, 你以前还不相信, 还不相信呢, 一直埋怨我, 这下知道了吧, 哼, 这男人愤愤地说着, 接着又有些焦心地看着面前的赛化驼, 不对啊, 不对啊, 神医啊, 我老婆到底是哪里不好啊, 能不能自得了啊, 这赛化驼点头道, 嗯, 你夫人得的这个病很常见, 是内疑症, 俗称良性癌, 能够治疗, 不过, 治疗上颇肺结周折, 周期性长, 内疑症, 院长无名听了从旁边的沙发站了起来, 哎呀, 大师兄啊, 你的道业真是越来越深不可测了, 你竟然不使用任何的仪器, 单凭诊脉就能确诊, 病患得的是内疑症, 这个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呀,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经验而已, 赛化驼笑道, 眼睛却朝着断浪撇了一眼, 心里暗道, 这个小年轻现在应该很崇拜, 很惊诧了吧, 切脉断病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再看断浪, 听到赛化驼诊出这个女患者的病以后, 也吃了一惊, 连连地点头, 看来这个赛化驼还真不是白叫的, 很有些手段呢, 夫妻二人一听这个病有致, 顿时心血异常, 哎呀, 三医啊, 请你快点给我们说说吧, 这个病是要怎么治啊, 我们夫妻两个都要急死了, 哎, 不用着急, 如果你们这个病用普通的西药治疗, 效果也会很好, 但是时间会长一点, 少则一年, 多则三五年, 需慢慢地调理, 哎哟, 时间那么长的呀, 神医啊, 不满你说, 我们夫妻两个今天都三十七岁了, 已经到了危险的高龄孕产期了, 要是还要再过个三五年的话, 那我老婆生孩子就会更加危险了呀, 神医啊,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听到这儿, 赛华佗点了点头, 嗯, 刚才呢, 我只是给你们推荐了一个普通的治疗方法, 只是其中一种选择, 其实啊, 还有一种效果更好, 就是用我的中药, 这个恢复期可以帮你缩短一半还要多的时间, 半年左右服用了我的药丸, 我保证你在半年左右就会身体康复的, 啊, 真的呀, 那我们就选这种了, 这夫妻二人一听高兴地手舞足蹈, 对赛华佗这位神医又是抱拳又是作医的, 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才好, 赛华佗微微地合手作为回礼, 然后眼神不由自主地又看向了旁边的断浪, 眼神里全是欣慰和得意, 断浪这时候冲着赛华佗双双伸出了大拇指, 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断定病情, 提出有效治疗缩短患者恢复期, 这只有一个真正的高手才能做到的事, 确实牛叉啊, 看到断浪打心底里佩服自己, 这赛华佗有了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年轻人别不服气, 姜还是老的辣呀, 赛华佗坐下来, 在断浪殷勤地递过来的纸片上, 唰唰唰唰写下来夫妻两个特别是女人服药的剂量, 和服药期间注意事项之后交给了她们, 夫妻二人千恩万谢地接过了药方, 仿佛是双手接下他们就要来到的小生命一样, 隆重激动, 这女人激动地看过了药方以后,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便又对着赛华佗开口问道, 神医呀, 我这个人平时还是比较注意的, 怎么就会得了这种病呢? 原因是什么, 你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我以后也会多注意防止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男人听了也是连连地点头, 这个是要知道知道, 要不然以后说不定还会出问题可咋办呢? 赛华佗有些为难了, 因为这种病在医学上还没有一个准确确定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病? 这位患者对于这种病在医学中呢有三个解释, 其一是遗传, 这个不可能, 我家族中没有人得过这种病的。 女人否认道? 嗯, 那就是还有两种, 一种是种植学说, 就是精血逆流导致, 其二是一元性内膜移植, 也就是说你以前如果有瓜公的经历也会造成这种病的形成。 这女人和男人对视了一眼。 这个, 这个也没有啊。 哦, 这赛华佗奇怪地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女人。 那这么说来, 你是不是有痛经史呢? 也没有啊。 女人摇头道, 这赛华佗有些不解了, 这些原因都没有, 那这就奇怪了。 按照她对这种病症的了解, 无非就是这几种情况而已啊, 别无其他。 呵呵呵, 这位女士,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是不是有什么与之相关的情况存在? 也许是你不记得了也说不定啊。 这女人听了这话陷入了迷茫, 一脸不知其所以然的样子。 这时候, 站在一旁的男人, 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的老婆。 你, 你老是和我说, 你是不是在和我结婚以前和别的男人怀过孕, 刮过宫啊, 你还一直瞒着我啊? 你, 你神经病啊, 你干嘛这么说我? 这男人暴怒我, 你他妈没听人家神医都说了吗? 就是这三种情况能造成这个病, 这家族遗传没有, 痛经我也没有发现你有, 那还剩什么, 你难道没有诉吗你? 你就是对我有欺瞒, 我说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百般的刁难我, 一直推脱说不想那么早结婚啊, 原来是有见不得人的内情啊你。 这女人听了这话气得浑身颤抖, 冲着男人就是一拳。 你, 你胡说些什么呀? 你这么说就是在侮辱我? 你有什么证据断定我以前和别的男人有过不正当关系啊? 这些都是你的臆想, 你不能这么无凭无据, 凭空冤枉我。 这男人被女人打了一拳之后, 更加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使劲地猛推了女人一把, 把女人推了一个猎去。 你, 你他妈少跟我装,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是什么货色了, 妈的, 这日子不过了, 离婚。 离婚就离婚, 你这个不讲道理的混蛋。 这女人大喊了一声, 激怒地扑向了自己的丈夫。 刚才还一副平和之相的副主任办公室, 煞时间是战火突起, 夫妻两个你推我扫, 大有要决战一番的架势。 院长吴明一看, 这事情闹得不像话了, 慌忙地站起来劝慰二人要冷静。 有事好好说, 你动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可是此时二人哪听得了这话呀, 你恨我怨, 非要论出一个是非长短来。 慢慢地, 从最初的恶语相向, 逐渐演变成了拳脚上场。 你给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 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这塞华陀在旁边看了心里有些不忍, 毕竟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自己的诊断, 如果不是自己的病史分析, 场面也不至于变成这样啊。 哎,哎, 这两位啊, 你不要再闹了, 你们细细地听我道来, 我这,哎,哎。 这塞华陀慌忙地上前制止, 此时呢, 男子正怒火熊熊, 哪还会顾及别人说什么呀, 又是一拳头轮起来, 打向了对面的女人。 这塞华陀此时正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在那儿阴阴劝解, 不料那男子一个轮拳动作幅度过大, 大大的拳头正好轮在塞华陀的脸上。 只听着哎呦一声, 这塞华陀做梦也没想到, 城门失火现在殃及驰鱼了, 自己劝架不成还被打脸了。 他一边一只手捂住自己被打的左边脸颊, 一边深掩。 看到自己大师兄被误打了, 这院长吴明就有些恼怒, 急忙上前喝道, 你们两个给我住手, 这里是医院, 不是道馆, 要打架给我回家打去。 说着就上前了要扶自己的大师兄, 谁知道这时的夫妻早就昏了头了, 只顾一个劲地怨怼对方, 看到男人出拳打自己, 这女人当然也不示弱呀, 抬起自己的脚狠狠就踹了过去。 可是这一脚, 却被迎上来呵斥二人的吴明大院长, 接了一个结结实实啊。 咚的一声闷响, 这女人这一脚没踹到对面的丈夫身上, 却实实在在地给了吴明了。 看着女人柔弱, 力气倒不小啊, 也许是心里怨气太大的缘故, 这一脚那相当的有力度, 吴明被冷不防地踹了一个裂去, 两只伸出要扶师兄的手不由自主的, 就向后靠了去, 还好这后边是断浪的办公桌, 这才免得他后仰倒地的尴尬。 你们, 你们给我出去, 马上给我出去。 这院长吴明发火了, 他挣扎着站稳了身子, 挥手大声地喊着, 这夫妻二人斗得正憨呢, 哪有功夫搭理他的牛叫啊。 屁啪叮光, 放在茶几上的茶杯摔碎, 痛碰, 椅子倒了, 桌子也被撞击得移了位, 发出刺耳的响声。 这夫妻二人是转着圈地打着架, 这赛华佗和院长吴明吃过了被误伤的亏, 只好使出他们的灵薄微步, 躲躲闪闪, 免得又被中招。 断浪的办公室里闹出这么大动静, 引得来往的人纷纷侧目。 此时啊, 这两个人都是气冲牛斗, 一副谁也不想放过谁的姿态。 男人一看自己老婆此时不仅不为自己犯的错感到惭愧, 还振振有词, 对自己又抓又挠的, 还一个劲地踢自己, 那火气更大了, 他狠劲地咬了咬牙, 张开他的大巴掌, 你个臭飘脸的, 你他妈还敢踢我, 我今天不教训到你福气, 我就不算个男人。 说着他呼的一下冲着自己老婆就扇了过来, 可是他手刚刚扇出去, 就被一只大手狠狠地牵住了。 这男人移了一声, 定睛一看, 原来是那个断浪医生。 你是不是男人? 断浪一只手抓着男人的手, 一边鄙夷地望着他, 你凭什么打女人呢? 你知不知道, 好男不跟女都? 他, 他不要脸他? 这男人大有要一口把老婆吞下去的态势。 你咋不要脸? 你全家都不要脸? 女人在一边也是狠狠地回应他。 你也给我闭嘴,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断浪回首冷喝了一声, 这男人见女人一直不示弱, 火气更旺盛了。 你闪开, 你闪开,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地叫醒一下, 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说着, 他极力挣扎着要抽回被断浪控制的手, 想要再次对女人动手。 还未必需要追踪。 这一只小时, 但是我也等了。 优优独播寒。 感谢观看